中国第二艘航舰三冬号 2019年才下水海事 就喊着战备 现在英国太阳报提出警告 8月共军南海军演 三冬号可能跟辽宁号 进行双航舰打击群操演 演习夺取东沙道 甚至不排除演练青台 由于有了双航舰战斗群 作战能力会明显的增强 中国信誓旦旦 主导西太平洋海上霸权 不过美国没这么容易放手 近期经常派出军舰到南海巡弋 26号还有两架B1B超运速轰炸机 从关岛起飞 略过台湾南部海域巴士海峡 即便辽宁号 它是一个成熟的战力来讲的话 那三冬号事实上还没有完全成型 那我实际上用这样一个 不是很成熟的战力 去进行这样一个作战演练 它究竟实质的效益有多高 我觉得是值得观察的 美中互相动吓僵局 更有专家指出 西太平洋恐怕在18个月内发生战事 不过台湾防卫能力不容中国入侵 熊风反舰飞弹加上天空三行 组成强大的防空制海飞弹火网 国军也采购91辆熊风飞弹发射车与飞弹 2023年正式服役 台湾沿着以待 再加上美方力挺 中国真要动手恐怕都得付出极大代价 375留家尾成rá好台北政府道 22031 John